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上日食跟月食 这个不难 这个在天文里面这个算是会考 可是又比较简单的一种 要先教本颖跟半颖 因为这后面要用到 如果你们二年级是我教理化 我在二年级的理化就教过这个 不过因为现在课本没有教 所以很多理化老师在 二年级就不会教这个 那这个是理化老师说过的 就是影子呢 光碰到一个不透明的东西 就在后面会形成阴影的区域 叫做影子 影子有一些用途 比如说可以证明光会走直线 日轨就是影子的应用 这个历史课本上念过 影影系这个应该叫做 艺术与人文的时候学过 那我们要教的是 日食跟月食 会跟影子有关系 影子有两种 影子有两种 一种叫做粉影 一种叫做半颖 粉影的意思是说光线完全被遮住 光线完全遮住的叫做粉影 那有些光线 有些没有被遮住的叫做半颖 比如说像这样 如果这个光源不是一个点 是有大小的 它碰到一个障碍物 它就会形成有粉影跟半颖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左边的光可以到 左边的光可以到 这边刚好可以到 这里是光线到不了 光线到不了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一定就是 左边的光 左边的光到不了的地方 左边的光到不了的地方 这个就是右边的光到不了 这个右边的光可以到 右边的光可以到 右边光刚好可以到 右边光到不了 右边的光可以到 所以那这个就是 右边的光照不到的区域 所以照不到的区域 那么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地方 把它叠在一起 你就发现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就是 左边的光到不了 右边的光到不了 中间更不用讲 所以叫做光线完全被遮住 那个叫做粉影 那边这一块呢 就是 左边的光可以到 右边的光会被遮住 所以有部分光线被遮住 部分光线会到达 这样叫做半影 那么 这里就是倒过来 这边就是 右边的光可以到 左边的光被遮住 所以这也是部分光线被遮住 这样叫做所谓的半影 好 懂得什么叫粉影跟半影之后 这后面会用到 那太阳是会发光的 可是地球月球是不会发光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月球亮亮的 那它都是因为它反射太阳光的关系 但是如果有影子的时候 然后光线就可能会被遮住 光线被遮住 光线被遮住呢 就是发生所谓的日食或月食 所以呢就是有进到影子 有影子遮住 让你看不见 我们就称为日食或者是月食 所以它也是跟 三个之间的位置跟角度关系有关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的是日食 日食呢就是太阳被遮住 用普通的 用普通的话来讲 就是月亮在这里 跑过来 遮住太阳 那这样叫做太阳被遮住 称之为发生日食 这是用普通的话讲 用符合天文学的意义的 话来讲是说 月球有影子 月球会有影子 月球影子落到地球上 那么在月影的人 就看不见太阳 那太阳就被遮住 所以呢就叫做发生日食 所以符合天文学的讲法就是 人站在月球的影子当中 会发生所谓的日食 那么古人叫做天狗吃日 天狗把太阳吃掉 所以那个日食月食的食 就是这个 吃东西的食 不需要加虫这边 这个食吃掉它 因为你吃掉它 OK 好 第一个重点是 这样子月亮在这个地方 月亮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太阳遮住了 根据我们前面教的 这什么月下 硕 硕 所以我们说日食必在 做 所以日食必在做 但是呢農曆的每个月都有一次做 是不是農曆的每个月都有发生一次日食 不是 为什么 因为黄白有个五度的夹角 月亮绕地球的公转轨道叫做白道 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轨道叫做黄道 那么黄白之间并没有完全重合 有个五度的夹角 所以你看到月亮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月向叫做硕 月亮叫做硕 但是这个时候月球的影子没有落到地球上 所以就没有日时会发生 所以日时必在硕 但不是每逢硕都有一次日时 为什么 因为黄白会有个五度的夹角的关系 那要怎样才会发生日时呢 有两个说法 意思是一样的 第一个说法是日地月成一条直线 月球在中间 第二个说法是月球落在黄道面上 同时月向是硕 所以有两个说法 要两个说法说明什么情况下 什么条件下会发生日时 有两个讲法 意思一样 第一个 日地月成一条直线 月球在中间 第二个 月亮落在黄道面上 同时月向是硕 这样子就会发生所谓的日时 好 重点一 日时必在硕 但不是每逢硕都有日时 为何 因为黄白会有个五度的夹角 所以不是每逢硕都有日时 日时总共会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日全时 日全时就是太阳完全被遮住这个图 好 小朋友 考试重点 就是会看图 考试重点 就是会看图 一 人站在这个位置 人站在某个位置 会看见哪一种日时 二 想看到这种日时 人要站在哪里 所以画一张图 问这两种问题 人站在这里 会看见哪一种日时 想看到这种日时 人要站在哪里 这又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那么第一个叫做日全时 日全时就是太阳完全被遮住 完全被谁遮住 月球 所以月球要看起来 至少跟太阳一样大 对不对 月球要看起来比较大 那表示月球是靠近地球 还是远离地球 靠近 所以月球靠近月球 看起来比较大 能够完全遮住太阳 好 完全遮太阳 表示完全没有光 请问你完全没有光 是本影还是半影 本影 所以完全没有光 是本影 所以我们前面在这里 跟你写说 月球要近地 人要站在本影当中 那你就会看见所谓的日全时 太阳完全都被遮住 完全被遮住 叫做日全时 因为太阳完全遮住 所以就完全黑掉 就暗淡无光 好像晚上一样 晚上一样 要做日全时 月亮靠近地球 中间那个图 月亮靠近地球 然后人站在本影当中 这样叫做发生日全时 那么 就是日全时的照片 旁边有个亮亮的 那当然会叫做日眠 这是个示意图 你看看月亮在这里 落到地球上 有本影跟半影 人如果站在 这里 本影的这边 人站在这里 本影的这边 它就会发生所谓的 日全时 就会发生所谓的日全时 这是一个月球影子的照片 月球影子 刚讲过 符合天文学的说法是 月球影子落到地球上 人站在月影当中 就发生日时 什么叫做就发生日时 OK 刚刚讲过那一圈圈亮亮 叫做所谓的日明 日明是太阳的最外面那一层 平常就存在 但是因为它比较暗淡 所以平常看不见 要等到日全时的时候才看得到 太阳的这些分层结构上高中的时候才会听过就算了 那么日明也会跟太阳的活动有点关系 太阳活动如果比较剧烈 它会比较像个圆形的样子 OK 下一个叫日偏时 日偏时就是太阳被遮住一部分 有一部分没遮住 所以人站在半影当中 像这个 左边这个图 人站在半影当中 在这边 人站在半影当中 发现日偏时 OK 叫做日 日偏时 所以人站在半影 人站在半影当中 发生的叫做日偏时 有的时候 月球的影子 本影没有落到地球上 那么就全世界人都只能看到日偏时 没有人看到日全时 好 一个问题 人站在 人现在站在这里 日偏时 请问你人如果站在这里 人如果站在这边 什么时 人如果站在这里 什么时 这什么乙 所以什么边 好 请问你 左边的日偏时 跟日偏的日偏时 有什么不一样 很好 右边这个就是 右边是亮的 左边这个人呢 左边是亮的 亮的方向 不一样 亮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人是落到半影区的 就发生什么东西 日偏时 最后一个叫做日 这是日偏时的照片 旁边脚下吹脚 脚下吹脚 日偏时 提 À 日环时 日环时就是太阳的中间被遮住了 中间被遮住了 旁边没有遮住 月亮只遮住 月亮只遮住 太阳的中间旁边都遮不到 所以月亮看起来比较大 要在远地的时候 那人在哪里 人站在这里 人站在这里 这个位置啊 啰嗦的讲法叫做 本颖椎的后方 本颖椎的后面 那有人把这叫做伪本颖 虚伪的伪假的 假的本颖叫伪本颖 所以呢 人站在伪本颖 或者说 本颖椎的后面的时候 会发生所谓的日环石 所以月亮要远地 人站在本颖椎的后方 或者说伪本颖的区域 就会形成所谓的日环石 就日环石 好 问题一 刚才讲说人 刚才讲 人站在这里 叫做日环石 那请问你人站在这里 人在这里看到什么 日环石 只要是在半影中 只要是在半影中的就是日环石 这一写的 只要是环石在外面的半影区 你看到的还是所谓的日环石 第二个问题是问这个 这两个 都是中间黑黑的 旁边亮亮的 我考卷上怎么分 这两个图都是中间黑黑的 旁边亮亮的 那考试的时候 我怎么分 那两个这样的地方 不是 这个旁边这个是不规则的 看出来吗 它不规则因为它是日环 所以基本上它是不规则的 基本上是不规则的 这个旁边的一圈 这个旁边的这个旁边的一圈 是光滑的 看到吗 因为它是月亮的 因为它是太阳的一部分 它是太阳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光滑的 所以它是光滑的 所以呢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考试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它画给我的是哪一种 就是 它如果是很光滑的 那我就表示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日环石 如果它如果 如果那个 它是有 比较乱七八糟 就是什么 日环石 OK 好 这就是 所以 这样来分 这样来分 就是日环石的照片 中间黑掉 旁边一圈有亮亮 日环石的照片 好 动脑时间 如果数十一年前 月球离地球比较近 如果这是真的 以前离月球离地又比较近 那哪一种日始不会发生 日环石 就是所谓的尾本影的地方 所以如果它太近就不在这里 所以 我们就没有 好 以上就是 所谓日始的部分